他是主人,我是服人 我叫Rio,我本身做設計的 這個女生叫Gugu,這個叫Zuby 蜜代吳是來自澳洲的 他們的科叫代吳科 蜜代吳和飛天鼠是不同種類 飛鼠會會轉彎 他們飛的時候會轉彎 蜜代吳只懂得滑翔和直飛 他們應該不會轉彎 我今天來買杜比亞給他們吃 杜比亞其實是一些比較溫馴的 類似蟑螂的食物 牠沒有那麼多脂肪 還有蛋白質比較多 我就會買來給牠們吃 杜比亞是飼養給鳥 或者其他爬蟲類的動物吃 要一包,一包到比亞 我給一兩隻去吃 還有如果牠大了就會吃得多些 因為牠大了要吸收多些蛋白質 但有些人很害怕的 就不會給這些 可能給其他高蛋白質的食物去吃 可能會給魚、雞、灑魚灑雞 喂,Hello Hello 他們帶來玩嗎 對,我帶了GOOGOO Soby 我最初領養牠回來 牠對我很陌生 例如我走近一點 牠們會咕咕聲 牠們會罵我 其實就是有敵意 牠緊張時會震 而且會動來動去 如果你有一點大的反應 就會嚇到牠 我通常會預備一塊小毛巾 如果牠很害怕 我就會放小毛巾 按一下牠 因為牠們是夜行動物 晚上會悶 因為可能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牠們會叫我 例如睡覺 我聽到牠們叫 我會馬上出去 然後摸牠們 給牠們吃 我會先剪頭 我都會剪尾 因為尾有時會連著一條腸 我會剪手腳 這些橙色的部分 其實是內臟 這條是腸 腸會有寄生蟲 現在檢視牠 OK 牠們會吃到喜歡的食物 牠們會嘔嘔聲 牠們會發出一些很喜歡的聲音 嘔嘔嘔 這樣 我就知道牠們喜歡吃哪些食物 一個月的份量會有 三隻白燒雞蛋 蜜糖 這個是花蜜粉 這個是蛋白粉 白毛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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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牠們吃完的模式更漂亮 我一個禮拜 就會給一次這些鈣粉 鈣粉 我就會滲面 用了很多錢去看醫生 又或者去做身體檢查 我上次跟牠們做絕育 都用了幾千元 如果平時身體檢查 我想都要千多元 我會一年做一次身體檢查 跟牠們 我養了牠們 沒多久 其實頭一個月 我會後悔 我會後悔 為何有些衝動 不太熟悉 就領養牠們回來 嗯… 我都不知道 是養? 不會啊 你養得那樣東西 就應該對牠們有責任 不論牠們有多麻煩